Hello 大家好,我看到 KS 看股 今天是 4 月 10 号 2024 年 今天是 Hari Raya 首先要祝大家 尤其是我们的马来同胞 Salamat Hari Raya, Idul Fitri Happy Holiday 今天都有视频,记得啦 我们要做视频练功,我们天天要练功 连 Hari Raya 我们也不放过 休息要休息,玩要去玩 但是练功也是要练功 有时间啦 如果你们有做工的,最好就是 这个假期有时间可以看我的视频 可以重温我的这个什么啦 这个自动运力课程,记得自动运力课程 那个连接我给了你 你可以看100次200次都可以的 看到你明白 看到你明白为止 不明白你看天看我的视频 天天我都有练功 所以你看着我的功夫来练 练功不是只是三五天的东西 天天要练功 天天要增加自己 天天要进步 才是长期 我们在market有优势 你看视频 你不明白不用紧 什么头肩 不明白不用紧 你看了视频 你看我的 我的这个YouTube视频 天天我都有做视频 天天我都有 都有画那个功夫给你看 天天 差不多天天我都有画头肩 双底 突破 什么 奇事 模式 全部都有啦 你不明白 你天天看我天天练功 你也跟着我天天练功 九二九支 你就会明白 全部这个模式 怎么样用功夫 怎么样用 怎么样在market有优势 今天我们要看 我们要重温一轮 我们上一轮 十二月讲过的这些 老底股 看下他们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好像我讲的啦 我讲过东西 我不怕拿出来重温 成功就成功 不成功 我们就要看 问题在哪里 这个是 连功的一部分 没有 没有一百巴仙成功的 没有一百巴仙成功的 林丹 李中美 都会有打输的日子 最重要你输了 你要知道 你什么问题 然后 你的 你的这个什么 你的这个 战略难以不对 自己要修改 ok 你看看这个 美国神明显最重要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 仅为舆论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导研究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 外汇指数股票 其货 商品 能源 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好 OK 记得点一点点分享 Sermat Hari Raya OK 大家 Happy Holidays 最终要大家高高兴兴兴 OK 我们看看这个 3次到地骨 OK Astro Eh 不是Astro Sorry 最终已经不见了 Aziat OK Aziata Aziata OK Aziata OK 暂时 看到这个 做了这个头肩的底 看到声音有没有先 OK 突破 他现在上了 你看 我们讲的 你有 你有 这个功夫 老底的功夫 你可以在这个底进 如果你没有进到的话 从上来你卖了 现在我们可以用第二个模式 是怎样去 追动力 他在底 OK 我们看到他有动力 他走到一个很低的价值 OK 有机会可以捞底 我们去捞 所以突破了 冲上去 但是如果你讲 我还要加 我觉得这个长期还能跑 我还要加 或者我还要 我卖了 但是他还是很强 我们看到这个 market 还是很强 他又在 他又在起 几时才可以再进 不是一起就进 不要买高 卖低 买高 买低卖高 冲上去高都好 等它回跳低一点才买 你看 上次在这边进了 对 这边突破 这边突破 这个下点 同道 你进 或者你再上一点 这边进 送你进了 现在他重上去 他休息一下 他开始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起事 我们看这个起事 如果他能做起事 再突破 就是你在家的时候 或者你卖了 或者你还没有买 你这边突破 我们就是再 再进去再玩多一轮 所以如果他一直做这个起事 他一直有这个模式 张气 如果他有一天 他可以起到很高了 四五六块 所以他做一个模式 起事这边突破 然后在这边 又做一个起事突破 你又可以继续再追 然后他可能他有一个大回调 又做了一个双底 又突破 所以我们很多机会 继续再追 就是你要知道 所以你要有这个功夫 就是有这个捞底的功夫 可能有这个追动力的功夫 他冲上去了 我们怎么追 所以我们还有其他的功夫 所以Azata OK 但是还OK 我们希望他 做了这个起事 再突破就是 下一轮就是 他来到这些银行目标 可能的目标 MBB的目标这边 OK 有没有更高 还有机会 因为Azata 我们看 我们看他的 什么 看他的这个 历史 当他有一个 大量的突破通道 通常才能走很远的 所以希望他有机会 他有机会突破这个通道 3块钱 也许 久了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现在 现在才4个月 现在是4月 现在是4月 对吧 才到3个多4个月 这个是 3个多月 因为这个是12月25号 所以这个是差不多 我们讲如果是今年 年头开始算 1个月 2个月 3个月 才3个月 现在才到4月 才3个多月 所以你记得 我们的这个 房产股 差不多一年后 它才全部大反弹 所以你要有 你不要两三个月 他没有动 你就以为他 老底 老底是长期 不是三五天 不是三五个月的东西 有时你要等一年 有时你要等两年 有时要等三年四年 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 什么 都有这个 可能性 所以最重要 它不可以的 我们就斩了它 不可以斩了它 可以的 我们就留 记得 这个是老底估 这个不是追动率 追动率 三五个月它不能 我们就不要了 不要收了 你是追老底的 三个月 是很短的时间 你要知道 三个月是很短的时间 有些才刚刚要去罢 有些去了 有些刚刚要去 有些就还没有跑 所以你要有待一起去等 OK 你看房产股 我们怎么等 我怎么等到 Marsing 百多巴仙 SV30 百多巴仙 怎么等 Bitterbit 我等了几久 AAF我等了几久 AAF我等了它 等它跌下来 反弹 才老底 老底 不过它上很快 但是我们在它 跌下来 再反弹 已经等了两年 对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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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还要等它 3块1 下一个目标 突破3块1 也许9点还能跑 OK Astro Astro Astro就还没有 Astro不能成功 Astro 没有突破 Astro是没有突破 Astro它一直在跌 它根本没有突破 最重要的是突破什么 这个通道 下跌通道是最重要 它没有突破下跌通道是不能的 OK 是不能 Astro是还没有做出底来 它做底失败 还没有做出底 Defama Defama Defama有小小的动力 它有上一点点 你看 它开始做更高的低 更高的低 更高的低 更高的高 它不强 虽然它不强 但是呢 它已经开始第一步了 开始第一步 做这个三神通道了 所以这个三神是OK 还OK 所以RSP有一点示意目标 这个长期应该还有机会了 OK 这个你还要等 下一个是Farma Farma Farma 是一个概念 Farma不只是看图 Farma我们有一个概念 因为Farma OK 是Bow Step 大的这个 大的这个什么 大的这个 股权 股权 是Farma Bow Step Bow Step 大的股权 是 LTAT 政府 退 金队的 退休金 LT 对了 是LTAT LTAT So 我们有一个 我有一个概念 不知道我一定对了 我有一个概念 OK 这些 LTAT 拥有股权的公司 LTAT 它跌下来 跌到很低 它 它会反弹的机会是很大了 OK 因为 你知道了 身为一个政府 身为一个 政府又好 什么种好 政治又好了 政治 一个国家的政治 LTAT 他们不会给这些 我觉得了 我不想这个概念一定对 他们是不会给这些 退休金 军队 退休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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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服务员 的退休金 亏大钱 他们不亏了 所以他们 很多时候你看 他们亏的很厉害 现在会有手 去扶他们 希望 FARMA 会这样子 但是要等 FARMA 它失败 它失败在哪里 FARMA 它已经反弹了一轮 它已经反弹了一轮 但是 我们不能讲 它没有反弹 但是它没有突破这个通道 一直被这个通道卡住 所以 这个还要等 然后下面还有这些 投行的目标 FARMA 我觉得 长期 如果它跌到投行的目标 跌下来投行的目标 Fulfill 了 然后再来突破 可能还有机会 FARMA 可能还有机会 所以你要 要等 没有办法 FARMA 我觉得长期 这些 这些是应该 应该还有机会的 因为他们 你知道 他们要拿政府项目 他们要拿这些 政府的contract 这些 要一要的contract 是蛮 是蛮容易 因为 我有一点这些 不是讲 我真的 懂这些东西 懂到很多 你知道以前 我在一间公司 做GM的时候 那间公司 全部都是大任务 里面 全部是 去Tender 很多 Tender 政府工的 所以我们 懂很多政府官员 我们也常常去找政府官员 我们也常常去跟政府官员来往 所以 有一点这个概念 我有点这个概念 就是懂一点这些 政府的 这些公司跟政府有关系的 他们的操作这些 不是讲什么 就懂一点 所以我有一点这个概念 就是FARMA 我觉得 他长期应该 有机会 但是他必须要突破这边 他差不多 FARMA 这些银行 这些低一点的目标 长期 可能还有机会 但是没有包 我的概念是这样子 OK DNAX DNAX DNAX我们还在看的 记得 DNAX我们 DNAX是还没有机会的 DNAX我们在等 等 OK DNAX现在呢 开始了 这次真的好像要来了 真的有可能 他要到底了 真的这次 可能要到底了 DNAX OK DNAX它占本在三毛九上面 你要看 你要小心看 DNAX可能 DNAX是有机会 OK 记得了 老底 三个月 三个多月 是很短的时间 他要FARMA 他要这个 怎么样 他要 他要做长期的反弹 没有 有些没有这样快 有些是没有这样快 你要等 OK 这个还要等 这个还没有突破 INNAX OK INNAX 一个大新闻 这个 英国那边的INNAX 有问题 所以 INNAX就反弹不起 本来他有这个症状 要反弹 但是失败 你看 MPB有给 50C OK 现在还跌到通到底了 现在很便宜 如果现在反弹上去是好了 我看这个也是差不多的了 机会要来的了 这个 机会要来的了 看他有没有做爽 因为你看 他终于他跌到这个通到底了 通到底 如果他在通到底这边 他有做这些反弹模式 OK 这个差不多的了 他有做反弹模式 有机会的了 我们看这个0.3 0.32 如果他突破0.32 然后他有头间 有这些 双底的 信号出来 双底的模式出来 这个 有机会 OK INNAX KORBE KORBE取了 KORBE是非的 OK KORBE是非的 KORBE OK OK KORBE已经 我们看到这个 头间是充上来了 OK OK 呃 继续啦 2.381还有机会 2.381有机会 OK 齁 去到2.381 80多%了 KORBEOK KORBE继续 还可以跑 TexCam Attaction 还要等 他有一个突破 斜的头肩突破了 但是还在这边 没有大的动力推达上去 这个还要等 这个暂时 还要等 没有跌破80%是OK 他已经冲了一个暂时 现在又没有动力了 这个暂时还没成功 还没有大量的反弹 Tex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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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 Titan 冲上来 冲到很美 有20多% 所以我讲短期你在 BMP这边套利是OK 长期他是失败的 他这样子跌下来 你要逃了的 你看到这样子的跌 跳空的跌 你一定要逃了的 这个你是逃了的 如果你逃的鸡 你可能亏一点 如果你还没有逃的话 你就看1.11 如果他手的稳 1.11还是OK 手不稳可能他还跌上来 记得 好 怎么讲 我们那天讲了 拜中求胜 你拜了一次 就不要以为 这个一定是完蛋 你这次拜了 可能下次你是可以赚更多 如果他跌到更低 你这次说拜了 OK 如果他真的跌到了这边 你这边斩了 你这边亏了一点 跌到了84线 如果84线 现在他有新的项目 就是新的新闻 LC Titan 因为那个本公司要卖他 是吗 如果有一个大的本地 或者哪里有一个大的公司 大的集团要接手他 可能他又飞 所以你要自己 要自己去 要看 不要讲 这个失败一次 就讲 永远不要看这个 他失败一次 未必他永远都会失败 Lux Champ Lux Champ在飞了 我跟你讲 如果你没有捞到这个底 那些对吗 他冲了上去一轮 对吗 如果你这边买进去 你是开始捞到他底了的 现在呢 OK 如果你没有捞到他的底 不用紧了 他下一个机会来了 你看 下一个机会 OK 下一个机会来了 下一个机会来了 OK 他做了什么 OK 他做了一个三角形 然后三角形 这个是三角形 这个是三角形 OK 对吧 三角形 OK 三角形 其实突破了 OK 这个还能跑 暂时还OK 这个看来长期还能跑 OK 他还在慢慢的上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主力在这边 这边 希望他继续再接再利 继续上 B&B Tech 我们等了很久了 B&B Tech Matter来了啦 终于开始要来了 B&B Tech B&B Tech 那天有一点动力 但是他还没有突破 记得我们讲 突破这个3.1是最好 但是他还没有突破 但是他有一点动力了 有一点动力 希望中国那边 更强的话 他再反弹出来 突破3.1 长期他可能还有机会 所以这个还要等 还没有 R&B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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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B,FFB起了,FFB起了,已经冲了 FFB,这边,这边又再突破又再起,看到吗 你这边追不到,看到吗,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模式,你这边没有追到,你看 起司,你又可以追,他又做了一个起司,看到吗 你又是可以追,如果你有功夫的话,你就追得到 你没有功夫,你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又可以追,他继续在一起,FFB FFB现在几多巴仙,我的目标来这边 1.65,我问FFB,FFB有多少巴仙去追 OK,30多巴仙 OK 然后 Singgang,Singgang也是还没有 Singgang还要等 Singgang的报告不好,是它没有成功的突破 但是Singgang,你看到? 开始,她跌到很快 才这样子跌 所以你开始慢慢要转万数 星星叻 你要等久一点 也许他也是要开始 可能他开始有这个机会了 他那些一突破,一突破他要跌回下来 所以这个是失败了 一突破他要跌回下来 然后双底也做不成 这个是失败 这个是不能 我们再看 SAMCHAM SAMCHAM SAMCHAM如果那天你没有追到 他突破,没有进到去 现在他开始做一个 骑士 他开始做骑士 开始做骑士 如果没有进到的话 他做骑士 突破的话就是第二波 第二波又要来了 所以我们继续再等 看他是跌破,如果他跌破跌下来 做双底又可以 又有机会再进过 暂时 你知道啦 暂时有几个是上了 FFB上了 BEMB-TEC还没有来 TACCAM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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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ARMA上了一点 AZITA上了一点 其他这些还要等 LCDITON也许可以算是失败 因为他跌破了 也要算了,失败,如果你,如果你什么啦,如果你还没有发运起,还有机会,LC Titan这个也许,但是它失败率是蛮高下,LINAP是还没有,OK,FARMA我们要等,等那个手机,等那个,等那个,等那个月来给这个FARMA,等那个大的合约来FARMA,FARMA慢慢已经逃准了,OK,等他赚钱,或者有更大的合约给他,撑一撑他,他就有伤了,Texem也是要等,OK,所以这个,三个, 这个月的时间,我这个落底谷,是OK啦,对我来讲,不是超级好,我也不要讲,超级好,超级好就是,我一下子全部都上,你已经看到马股,马股很多,这个反弹是很虚伪的,你看得到了,你看得到了,这次这个,去到1500点,1550点啊,你看到Market是好像很强,但是,你看一下你的Portfolio啊,它是没有什么影响,大一大的影响,对你的Portfolio,要炒的全部起的都是非天股, 那些,那些,炒几个这些,什么啦,AI概念股,这些AI概念股,科技这些,什么,这个,建筑股,建筑股,建筑股,但是建筑股已经是高了再高了,不是讲,我们从低点冲上去,所以,大部分,大部分的这个什么啦,这些,比较hot的,比较热门的股,都没有什么气的, 气的就是那些炒股的啦,所以,不是很讲,但是你不要紧,有时候是这样的,你开始烙,它是没有动,但是Market一来的时候呢,全部穷就上去了,所以你要,你要有这个时间等啦,你不要以为,三个月,三个月,两个月,哦,我就,哦,我不能啦,失败,所以,因为现在你知道,你是玩什么,你是玩长期,你是玩长期, 所以你要有这个,有这个长期的概念去看它,OK,不要天天去看,哇,老底,每天去看,每天去看,哦,没有气,没有气,没有气,哎,你现在是老底啦,你不是追动力,哈哈,你不是追动力,你是老底,哦,老底,你一个星期看一次,哦,两个星期看一次,也OK,但是,你知道,你要有那个止损位,哦,你要有那个止损位啦,OK,就是,如果你有,你有这个alarm的话,你放一个止损位在这个alarm,哦,所以跌破它的止损,哦,就是, 你就,你就有alarm出来,你就放了,你又不需要天天去看的,哦,所以,长期老底谷,你是不需要天天要看的,你动力谷,也许你要天天看的,哦,所以,就于这个自动营利啦,啊,所以,暂时还要等啦,啊,房产股,我们也要等一年,哦,这样,这样怎么讲啦,啊,这样有实力的啦,房产股是很有实力的,啊,很有实力的,啊,OK,也要等很久了,所以这些,我们继续再等,看一下,这个年尾啦,啊,有没有机会要全部开始,哦, 啊,冲上去,OK,我们明天呢,就会看一下,近期的,近期的这些,啊,什么啦,啊,近期的这些,啊,有机会捞底的股,啊,GCV那些已经冲了啦,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一阵子,啊,有什么股,可以有机会可以捞底啦,OK,我们明天,啊,记得点一点点分享啊,OK,我们明天再谈,拜拜